眼前的女人杀死了男人的妻子 男人想为妻子报仇 女人却告诉她一个秘密 她的妻子早就背叛了她 女人的父亲在她小时候另接新欢 抛弃妻女跟着新欢跑了 母亲因此郁郁而终 从那使起她痛恨所有不忠之人 所以才杀了男人的妻子 男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她跑去翻看妻子的录像 发现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妻子经常接到奇怪的电话 男人在外面伤心 密室里女人努力再撬地砖 总算让她撬下来一块 此时悲愤的男人又回来了 就算妻子对不起她 女人也没有权利杀人 她要求女人去自首 女人用那一块地砖给了她答复 她跑到客厅却没急着逃跑 男人已经知道她杀了人 她想要杀掉男人灭口 男人察觉到她的意图 用门夹掉女人手里的刀 然后赶紧去客厅找枪 可她刚捡起地上的枪 女人就一脚将其踹飞 两人开始近身肉搏 男人毕竟受了伤 最后枪还是到了女人手里 这时女儿和保姆回来了 女人一枪干掉了保姆 又迅速劫持了女儿 好在女儿找机会咬了她一口 男人立即把女人扑倒在地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直到把她掐晕过去 男人想赶紧带女儿离开 女儿却发现女人不见了 但最重要的还是赶紧逃跑 两人刚准备上车 女人却突然出现 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幸好子弹空了 两人再度开始近身肉搏 受伤的男人差点被插死 他用力扭动插子 恰好碰掉了车门的支撑 男人先一步翻了出去 女人却被死死压在了下面 这场不知道究竟谁是绑匪的电影 到此就结束了